娱乐圈有很多低调的明星夫妻,不公开都不知道他们是夫妻关系,像乔振宇和他的妻子王健一旧事,乔振宇当年可是古装男神之一,古装造型都是迷倒万千少女的,却不知道乔振宇早已经成家立业了。 还和妻子生下了一儿一女,在娱乐圈也是一对很低调的夫妻,王磊和李小萌也是娱乐圈很低调的一对夫妻,在演艺圈,两人也都是很低调的演员,只用自己的作品说话,也没有传出过一些绯闻。 在两人恋爱初期,王磊说李小萌不让他接吻戏,而两人过了这么多年,也是一直都很安爱,网友们也都很喜欢这对夫妻。 而在香港娱乐圈,袁永宁和张志玲,也是一对大家很喜欢的夫妻,两人的颜值都很高,在娱乐圈乐园园关系也很好,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袁永宁很爱买各种包。 张志玲虽然曾经吐槽过,但是还是会宠着他,两人还有一个超级帅气的儿子,吕宋贤和麦景婷也是如此。 吕宋贤曾经饰演过令狐冲这个角色,也被网友称赞是最符合援助的,两人在相恋14年,于08年结婚,到现在,已经是相恋24年了。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,夫妻二人常年世俗,到现在又没有孩子,麦景婷如今已经56岁了,但是她的皮肤仍然嫩如少女。